我们今天一块看 The North Eastern University Demore McKean School of Business In the Master's Science of Business Analytics 这个是东北大学 Demore McKean的商学商业分析的理学数字项 美国东北大学赢到了哪 赢在了地底位置上面 无与伦比的地底位置上面 当时我就这样说 我觉得我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 我感觉这个波士顿这个地方 真的有特别特别像 就是海淀 北京市海淀区 大家都知道海淀的教育 在中国算是数一数二了 波士顿这个地方 也是在一个不大丁点的一个地方 云集了世界很多顶尖的名校 特别像 你说在北京最好的有两所 百大清华 对吧 你说在波士顿也是 Nagoria 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包括Helper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然后在之后的排名 太多了 从波士顿 University 波士顿 College 两个俩 一个波士顿大学 一个波士顿学院 到今天的Northeastern University 东北大学 再到University Massachusetts 各个分校 旁边的Brandas University 和Benton University 上面的Tuff University 以及下部的Benton College 各有各的擅长 说说在这个波士顿市中心的Northeastern University 中北大学 Cooperative Education 叫这个Cooperative Coop怎么翻译呢 就是跟学生在上学期间里面 跟公司进行实践的能力 一块上手实践 在公司里面同时工作和学习的 就Cooperative合作性这种教育的这种 就是以教学合在公司里面实践的 基本上一个他 一个Juartes University 德里塞尔大学 基本在美国数一数 那这也是Cooperative 然后在我家呢 你看从Benton College 全美第一的创业 旁边的Brandas University 美国少有的国际的商学院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你开着波士顿那地方 从MIT的创新 到Habber的教学的能力 整个波士顿的地方 云集了太多太多 它是一个整个凝聚的一个教学学术 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要来看 坐楼在正中心的 North City University 这个大学受到了 很多留学生的关注啊 每年基本上申请 都有申请这个东北大学的 在我不多的学生里面 我都能感受到 但是 郑老师的学生呢 带过一两个从 包括现在在东北大学上学的 都有那么一两个学生 但是实际上没有转进去的 也没有去那读硕士的 现在大概来看 有一个正大读硕士 对 也不多 因为基本上带的学生 都到美国前30 所以 博士顿还是属于一个中卫的一个大学 这个博士顿 这个东北大学 还是一个中卫大学 我们经常来看一个 这个是推向于 就是非常倾向于 真的 我仔细一想 本科有两个学生 硕士有一个学生 真的 这个大学 东北大学 非常天下 注重于实践来教学的学生 他就赢在这个位置上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美国东北大学 看这个城市的秘籍区 这是Boston Hubbard 包括昆西北 然后 你就挨着一个这儿 博士顿大学就在Boston University 旁边一点 然后Boston College 稍微在Chaston Hill 这边稍微远一点 然后Brandes在这边 然后在我下面的Boston College 在我上面的Tuff University 反正整个这一片 包括河对面 就有关两个 一个是 你们这不是什么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对吧 包括Hawber就在旁边 所以这就挨着 所以就在这么一个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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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 聚集的一个地理位置 我看一下 我能不能切成 切成这样就好了 来来来 你们看吧 这回你们知道 能看这有多方法 整个 你看这个整个的 密集的程度 在大城市里面 看不见吗 在这儿呢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好吧 我一会来看 它的商业分析的 理学的硕士项目 Letro Science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分析的 理学的硕士项目 从12个月到20月 从12月到20月 从12月到20月 Boston 在波士顿 或者在online 国际城一般选择 都是在online 就网上 不是 国际城一般选 不选择online 说法 国际城一般 还犯了身份的问题 所以一般都是在 face to face 就在学校里面 在校 residential的program 来自于 Northeastern 你看这不是东北大学吗 The Morrow-McKinn的商学院 这哥打秘名了 Data is the king to this digital economy 数据是今天的数字化 经济的一个 哇 这句话就有点像 之前 经常在美国学商 也说 Cash is the king 现金是成王 那种感觉 就是Date data 就是新的流动黄金 Business leadership Distracted age Porsability to choose Right data analyze the skill for and leverage the strategic decision on ever-thinking time 也就是说 今天的商业要快速理解 数据 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 做出的影响 选择正确的数据 然后就有技能的去分析 它应用这些数据 就是为什么在商业分析 现在这个专业 估计中申请了 如此的火吧 就是真的是商业分析 现在应用的场景太多了 它可以应用在各个行业里面 就各个领域里面 Our innovated 我们的创新的 STM designated 那STM的认证的项目呢 国际生互毕业了以后 延长的工作的许可 STM integrated mastering business analytics programs Tob with Demore McKin's signature focus on tech economy Demore McKin的商业 非常着重 以科技为主导的 今天的经济体 Well prepared you to respond to challenge and deliver successful solution Quickly and confident 也就说能快速的 帮助你作为学生 Prepare you 然后来challenge and deliver 挑战你的能力 并且你能做能给的 不是 就是他挑战你的能力 是让你 他教训 你是让你能够 我这中文又绕不过来 responsive challenge 就是你作为 面对 在工作当中 在指导当中 挑战你的时候 和你能给出一个 deliver一个 successful 给出一个优秀的一个结果 而且你非常的快速和自信的给出一个结果 中文翻译英文 真的好难用的手 大家自己看吧 我让你申请到美国的硕士 这怎么也突付147了 这看得懂 该问题不大是吧 MIS Business Center Day Program Overview 我们看啊 这是full time的 这个是 MIS的Business Center 因为这个是online的 国际生的话 你都是基本上都residential面对面 你看这有个graduate co-op or summer vacation 看见没有 这很重要一点吧 就是在研究生级别的上手实践的这个活动 graduate co-ops 从9月份开始 我真的 我建议学生啊 国际生 如果你这是在国内上的本科的话 你在美国想读一年硕士的话 真的 参加这种 戴co-op 或在实习的这种硕士的校 真的 不是说 不是说什么重央没外 说你要给美国人工作 什么热大的戴帽子 不用听网上一天下班 我们在培养全球化的人才 你工作 你实践 你回到中国 你去到中国 或者在美国 你更加拥有国际化人才的视野 在国际化的多元的场景里面进行工作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注重于实践 OK graduate co-op sumifications STM的校 F1的compliant full-time format 12-20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 开车什么课程 他说我的点 他还给大家没details 从这看吧 两个study options 一个是full-time又part-time 国际上基本上的全职 然后来自于STYSTM的专业 然后从这 我看一看 这是来自于各个领域 大学官网 看一看 per-recorded discourses 本科要求你要在本科上过 STATISTICS 基本上我见的学生基本都上过 这个地区好吧 这是optional的 你看这里面就讲到了 graduate co-ops 就是provide a eligible student with opportunity to work to for work experiences 也就是学生可以参加这个工作的经验 在这里 maker internships 和实际的能力 offer graduate student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flexible professional work experiences so maker的 internships 也就是说学生参加一个锻炼在职场里面的工作能力 就是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赢就赢在这个实践性能力上面 和地理位置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也在市中心 很重要一个地理位置上 所以10到40个小时的工作 这个Dylan dreaming inside of 然后这个要求的这个项目的课程 教你什么叫商业分析 what is business analytics so that's an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analytics 教你什么是商业的分析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一个全方位的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how business analytics enabled companies to become more compacted 也就是说商业分析怎么让这个公司 更加具有竞争能力 你怎么怎么 你要申请东北大学 你的文书里面 你要怎么写这件事情 why you want more business analytics 你为什么想学商业分析呢 你可以说I'll understand 在我理解 在今天的商业环境里面 公司需要通过数据 become more compacted 更加具有竞争力 答案其实就是为什么说 为什么我说这个 我在指导学生文书的时候 就是你真的 你对商业和管理学 里面很多事情了解 你就算不了解 你也不能一篇文书申请所有大学 那不是找贵的吗 就有很多就是一篇文书申请所有大学 研究生的每个项目 基本都细小的问题 那你说学生也不会啊 学生会还来上学干嘛 那么答案都在那 其实答案就在于 你对这事 他其实想看到的文书 看到的是你对这个事情 理解不理解有没有想法 那你理解不理解 是不是答案都告诉你了 why you want more business because I want to work for a company to utilize the data to make more company more to have more 如果你学市场去的话 to have the company to gain the market 那个这个competitive advantage 这是相对精装的能力 你要是金融呢 你要utilize data to understand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理解是 你想让你书类分析 能用在那些领域上 proven expertise clear solutions data analysis for business 你看这里叫的是 descriptive和predictive analytics 上一分析里面 descriptive 然后perscriptive 和predictive 四个三个方向 data bargaining for business what is this 这是命名我都没见过 covers data what is this work 这是什么意思 data accelerations profiling cleaning integration 就跟数据打交了嘛 结合整个aggregations transformation automating data process for business purposes 是由数据 这也是一门 我没见过的客人 是用数据的技能 然后理解解决 今天的商业环境里面 数据的挑战 information versions and dashboard for business 这是讲的是 virtualization 对不对 你看 information displays storytelling infographics immersion virtualization 叫做tablot data mining 和machinery 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课 现在很多商业开始往这个方向 和artificial internet 人工智能上 签得非常快 business information design quality strategies caption courses 实践性课程 你看 学生 这个美国的大学 基本硕士 都有一个实践性课程 stinn applied business analytic knowledge they have a game to collect virtualize analyze and manage data for real company 在真实的公司里面 使用真实的数据 来收集 可视化 分析 和管理 这些数据 也就是说 这个项目 要从他的团队 从faculty 教授 和从这些 行业里面的人 来进行 批判学生 做这个数据 这个质量 做得怎么样 底下是 选修课程 global talent management 然后global field study 就是国际 去另外一个地方 去 culture business practice culture designat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去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 去另外一个地方 去什么 去实践 去另外一个国家 database management business modellings operation 和supension management 然后supension analyzer supension management 就是operations 运营方面 这个是公共电 supension analytics workforce metrics and analytics 这儿就是这个学生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这个graduate co-ops 就是东北大学的一个 signature的一个 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点 说得没错 说得没错 这就是timeline 告诉你怎么怎么玩 对这个事情 master business analytics graduate co-ops process 你从september开始 october 然后 这开始上学 你先学习 culture management 过程 然后理解 你去哪个行业 六月份的时候 第二年 六月份的时候 参加这个graduate co-ops 然后八月份 基本就一个暑假 一个实习 时间的活动 那这不是各个国家人都有吗 这不是都参加了实习吗 对吧 这有几个公司在这 做这个方面 然后 这有几个方向 一个是这个 global field study data initiative 然后这个地方 有一个好玩的事情 是这 包括你看这 还有bluebird business lab data club 数据的实践性的 micron internship 多么大学 不缺时间性 说这样 然后你看 这就有意思的 也就是说 你上完了以后 然后 你还可以 再多上一点 比如说 你有3.0的GPA 然后 你可以把30个学分 搁到MBA的项目里面 然后 你看 然后 once a seven 然后你还可以拿到 至少 reduce tuition 还给你打个 七五折 25%的豁免 然后你还可以拿个MBA 这样你把成绩修得好 这挺值得 说真的 好吧 我切过给大家总结 总结 我今天花点时间 跟大家说了 东北大学的MSBA的项目 我们看到美国大学 这些MSBA的项目 各有各的精彩 有些大学 现在嗅觉非常敏锐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都已经加入到了 整个MSBA的项目 有的是跨国的交流的项目 有的是课程的下程式 把商业分析 这个专业 应用在不同的领域上面 所以我就说 有的时候 大家就是数业有专攻 我觉得在整个这个行业里面 很多学生一张嘴 就是我想学商业分析 什么是商业分析 美国 我就是张老师 也不想说也不想黑 没什么好说也没什么好黑的 美国是个很复杂的国家 将近800多所上学院 几千个大几千个项目 可能都上万个项目 谁也没统计过 一个大学平均十几个项 你想他有七八百所 大商学院和管理学院 AACSB的就将近500所 那还是黄金标杆就500多 很复杂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项目 这个项目你要获得什么 你到底是想做数业有专攻 还是像东北似的 这样的就是赋予实践 你到底是看中国际化的视角 你到底是看中商业分析的能力 还是数据分析的能力 你到底是先想学数据 再应用在商业上面 还是想学习商业 作为基础 然后通过数据来推动商业的发展 每个大学在商业分析上面开设了 都不一样 不是千篇一律 也许很多学生看的商业分析 感觉千篇一律 不是千篇一律 其实每个大学的项目都是他自己的特别点 张老师我挑战你 希望大家 这句话中文好像说的不太好听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challenge 什么意思就是我推动你推动中文好听一点 我推动大家仔细来研究商业分析不同的大学不同的课程 所开设的这些不同的角度真正理解什么样的选择一个真正适合你的项目 我看到很多的在网上研究中申请今天就开始这一波了 我看到很多的学生在硕士的申请的时候同时申请市场学和金融学 不同的大学申请市场 一个大学申请市场营销 Marketing Analytics 另外一个大学申请Financial Manager 你告诉我这是怎么想的 有些学生申请这个大学申请管理学 另外一个大学申请公共政策 有些学生这个大学申请数据分析 那个大学申请商业分析 有些学生申请 我说他作为从中国来的学生 他想开过事业 想去大城市 申请了项目都在大学城里面 就是信息的落差 信息的不完成性 人们是怎么做出决定的 How people make a decision 人们怎么做出决定的 当然了人们做出决定在消费过程中 是based on emotional reactions 一个情绪的回馈 但是在做出理智性的决定的时候 你要得到的是什么 信息的价值 所以张老师我每周呢 有五个党的免费的咨询时间 我不需要录一期视频过来说服大家 过来来免费的白嫖张老师 我已经快被嫖不动了 我就不要 我就不 我真的我真的 这就是排队排到现在 现在已经排队在两周三周了 高峰期的时候 甚至去年排到了两个月 大家过来免费30分钟咨询 我不图大家什么东西 我只希望帮助更多的留学生 我知道有些东西你们看不见 也摸不着 所以我可以通过免费的咨询 帮助大家 减少这个信息差 做一些公益和对社会的责任 仅此而已 张老师不求靠这个 增加几个学生 学生已经大不过来了 我觉得 我觉得明白人都能看得出来 不是谁都能录一千多期视频 我坐到这里 录这么多期视频 对一个领域的了解 可想而知 学生在后面排队的情况 所以 但是我依旧坚持 只要拿出 有限的生命的时间 在我咨询的空侠的时间里面 多跟大家进行免费的咨询 我多帮助一个学生免费的 没有任何的回报 但是我相信 积德行善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这是我接受的教育 做一个善良的人 我每周五当免费的咨询时间 大家下午就给我发个键 也可以了 firstintheleason hanesit.com 以上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m? Is it abou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Or is it about personal growth and reaching career goals?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Hannessey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annessey at Hannessey we support global 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 and we do not want to seeCE mg of the future and the best can achieve and we have to face for the future of the future and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of the future 感谢观看